例如一些比較高風險的處所時,如果要開放,一方面如果我們要回復常態,我們要開放 但另一方面,我們又不想疫情是因為這些風險的情況之下,開放是有反彈 所以也不想一刀切,所以我們一定要針對性加強一些措施 而這個疫苗氣泡,我們都覺得分階段,然後令到一些業界可以復業,都會是一個方向 你們都不會想見到有僱主因為不打疫苗這個原因,而解僱員工,理論上不可以這樣做 我想我們絕對不希望見到這個情況,如果真的身體上,或者是健康的理由 如果疫苗是打不到的話,當然我們都會跟業界相討,看看用什麼證明去處理這個問題 現在如果大家打了疫苗之後,主要有兩個證明 一是一個紙本的證明,打完疫苗就給大家 第二是一個致方便的APP,都是政府出的,是創科局那邊他們研發的 在那裏可以記錄到你什麼時候打了疫苗,以及打了什麼疫苗 我們都理解到可能有部分人士,是因為身體的原因 其實就未必打到疫苗,例如有些可能是16歲以下 現在我們政府的疫苗接種計劃,16歲以下都不會打疫苗 這一類的人士,其實我們都會有一個證明 這些都會在我們商討同業界,商討細節的範圍之內 大家看看,有些人要請多多多小事 只是在這邊,未必,會在這邊 看到有些人有的記憶 我們在內心當中等會有什麼情況 是對面的題目的,但是就是古代表 你說的都是最有關的,有些人要請 flag 就呆有當然,有一個人要請議